杨子婉报子牛新闻 讲述了一位抛家妻子16年的母亲,在孩子父亲葬礼上突然出现,企图抢夺遗产的事件。 当时,母亲周某英上诉到法院,之后一审判决请分得了20亿万余元,而被周某英离家世带走的女儿分得30亿万余元。 对于这个判决,当年被抛弃的儿子蔡斌,化名表示从情理上无法接受,母亲抛弃了家庭16年,如今竟然回来抢多父亲的遗产和死亡赔偿金。 这样的行为也让网友议论纷纷,随后,蔡斌提起上诉,2018年9月18日,诉签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做出判决,撤销一审法院判决。 博回周某英的诉讼请求,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,并与本判决生肖之预期,十日内一副姐姐蔡某拆迁补偿款3万1948元。 蔡斌分得父亲死亡赔偿金51万1200元,蔡某英分得12万7800元,精神损害抚为今5万人归蔡斌所有。 16年前,母亲姐姐离家6岁的她与父亲相依为命,1987年底,家在四川的女子周某英金梅人介绍,与苏仙是耿车镇的青年男子蔡某郡相识,两人不久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,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。 据说这种做法在当地并不少见,蔡斌告,征得住某英和蔡某的同意,擅自签字领取拆迁款,只有恶意占有的故意。 该部分款项应当是蔡某某遗产的一部分,不应判决由蔡斌单独所有,一审判决鉴定蔡某与蔡某某分开生活16年之久,蔡某某的死亡对蔡斌的打击更大是不合理的。 当时因蔡某某单独带蔡斌到外地经商,周某英和蔡某在家无生活来源,只能出来打工某生。 蔡某因此未能完成学业,而蔡斌一直由蔡某某供养生活,因此蔡某某应该对蔡某补偿更多,以产因分配更多。 因蔡某考虑到蔡斌作为男孩,需要娶妻生子,分多一些可以解决购房等多种问题,故意提出上诉。 但蔡某并歪趋势时,利用媒体恶意炒作,将蔡某无法理解和接受。 本案二审的争议交点为,周某英和蔡某是否有权继承和分割蔡某某的遗产及交通事顾配偿款,分割比例如何确定? 一审判决对蔡某某上里理经的性质认定及分配是否得当? 房屋权属如何确定?相应房屋的拆接安置补偿款,应当如何分配? 法院认为,对争议交点一。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,周某英在1987年与蔡某某取行结婚衣室后共同生活,并生于蔡某、蔡斌梁子女。 二人以夫妻相称,亲朋好友也热恪其二人的夫妻关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,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把若干问题的解释。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,其实是婚姻关系,周某英作为蔡某某的配偶,本应依法相由继承权,但周某英在与蔡某某共同生活13年之后, 即带着女儿蔡某离家出走16年之久,直至蔡某某去世才回来,蔡某某则独自抚养蔡斌直至其成年。 周某英作为蔡某某的妻子,蔡斌的母亲对蔡某某未有进到任何夫妻之间的辅助义务,对蔡斌也未进任何抚养照顾义务,对家庭更无任何贡献。 而且,周某英在离家期间,还与他人长期统治生活并生育子女,该行为给其家庭,给蔡某某和蔡斌精神上,造成严重的伤害。 同时,在周某英回来后不久,基因采采分割问题,与蔡斌产生纠纷,由此可见,周某英回来的目的并非为了与其他家庭成员,团聚和旅行家庭义务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际继承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,继承人有效列行为之一的,放尸继承权,三遗弃被继承人的,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结严重的。 因此,周某英上述行为,具有一期被继承人及家庭的情形,且时间长达16年之久,故宗和考虑以上相关情结。 周某英无权继承蔡某某的遗产,关于死亡赔偿金,其实只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赔偿,所以对蔡某某的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,应当参照遗产继承进行分配。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,系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上痛苦的补偿,周某英与蔡某某英适时婚姻组成的家庭因其离家出走,而导致夫妻关系以名寸失亡。 因此,蔡某某的死亡并不会给周某英精神上造成痛苦。 所以周某英不应分得该币款项,对于蔡某,其作为蔡某某与周某英之女,是蔡某某的法定继承人。 其本年幼时被其母亲周某英带离家庭,未能与蔡某某共同生活,主观上并无获措。 但是,监于蔡某在其成年后与其家庭仍有联系情况,下意未能对其家庭,对其父亲胡弟弟尽到陪伴照顾义务,应当适当降低其遗产继承比例,把愿逐定其遗蔡某,按照2比8的比例分割蔡某某的遗产。 但是对精神损害抚慰金,因蔡某长期为蔡某某共同生活,其与蔡某某在感情上已经疏远,生活上更无任何依赖。 蔡某某的死亡不会给蔡某精神上造成太大的痛苦,而蔡斌则一直与蔡某某相依为命。 蔡某某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,对蔡斌精神上的打击程度可想而知。 故法院认定该闭款向归蔡斌给人所有。 此外,法院在审理中,还对涉案的房屋和蔡某某当理理经等事项进行了认定。 法院认为,蔡斌的不发上诉请求成立,法院予以支持,一审判决认定时需有误,使用法律不当,导致一审判决实体处理有误,因与概判。 故法院判决如下,撤销将作证诉签示诉成区人民法院2017-1302民赴2040后民事判决。 蔡斌于本判决生肖之预计,是日内以赴蔡某柴签补偿款31948元,死亡赔偿金。 蔡斌应贩的511200元,蔡某应贩的127800元。 精神损,和赴维基5万元归蔡斌所有,不回旧某英的诉讼请求,及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判决书显示,这次的房屋拆迁款及搬迁奖励合计369,335元。 蔡某弄死亡赔偿金,及精神损害,赴维基合计68万9千元。 两项合计105万8千335元。 判决后,蔡某获得拆迁补偿,款31948元。 加上死亡赔偿金12万7800元,共计15万9千748元。 剩下的89万8千587元则归蔡斌所有。 按省民事判决书和当事人面对面,就像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,被搬开了子牛新闻。 从庭审开始后到现在,你母亲和你联系过吗? 没有联系过。 就在一省法院开庭时,我母亲出现过。 她在原告席上,进行致政,和我没有任何私下的交流。 子牛新闻,对这次判决还满意吗? 终于解气了,我对判决结果很满意。 整个案件持续了一年多时间,就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,现在终于被搬开了,感觉轻松多了。 子牛新闻,今后你将如何面对母子、姐弟亲情? 我想不会再有联系了。 我现在也有了老婆、孩子,有了自己的家庭。 我老婆和我母亲还争吵过,以后,我和他们就形同路人吧,谈不上爱与恨吧,一切都结束了。 素杨此晚报自牛新闻记者,据他后来跟亲人了解到的情况,当时父亲和母亲1987年在宿前老家结婚时,确实没有进行结婚登记。 当时在农村,既没有举行婚礼,也没有领结婚证,这种现象和普遍。 彩斌说,三年后的1990年姐姐复生,1994年自己来到这个世界。 根据亲友的描述,彩斌记忆里父母都在的日子是甜美的,同样也是富裕的。 上个世纪90年代那会儿,只要能吃苦就能赚到钱,我爸爸特别能吃苦,那时我们家庭条件很好,属于村里比较富裕的,家里有摩托车,有面条鸡,不是一般家庭勾比的。 彩斌说,父亲虽然不识字,但学会了做生意,不仅偷取一些费就塑料生意,还远到外地打工,做大理石加工的活。 彩斌在接受《紫牛新闻》记者采访,蔡某就长年在外把工挣钱补贴家用,一年难得回家几次,夫妻感情慢慢变淡。 在蔡某六岁那年,母亲竟然带着姐姐弃她而去,这一消失就是十六年,我妈离开家时,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,外面欠我家的账也收回来,全部带走了,大概有两万多元。 蔡某对《紫牛新闻》记者说,对于父母感情方面的事情不便多说,但之后,她家的生活一落千丈,她,父亲和爷爷三人日子过得很艰难。 蔡某说,当父亲的只母亲带着姐姐离家出走后,立即赶回祖千老家,四处寻找,又赶到四川老老家寻找,被告知母亲并没有回四川。 因为我父亲不是子,当时只能干苦力,每天给人打工,一个月最多挣五百块钱,又要供我上学,又要照顾家里的吃喝开销,真的是不容易,我从小都是捡别人的衣服穿,上学也没有人接送,都是自己走。 蔡某对《紫牛新闻》记者说,母亲走后,父亲也一直没有再娶,在爷爷去世后,父子俩相依为命。 在蔡某的印象里,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母爱的渴望,小时候看到别人都有妈妈,而我没有,心里就很难过,感觉被别人看不起,怕被别人嘲笑,性格就有点自闭。 一直到现在,我都觉得有点心里阴影,蔡某向《紫牛新闻》记者表示,其实她一直很想念母亲,但那不是她能够选择的。 母子重逢竟是父亲葬礼上所有遗产蔡某,对杨姿万报《紫牛新闻》记者说,母亲从2000年带着姐姐离开家后,这16年来一直没有跟父亲或者她联系过,更没有回来看过他们。 只是姐姐在2010年回来过两次,自主那一两天就走了,对于母亲为何离家出走? 蔡某说那时她才6岁,没有太多印象,也没有恨过母亲。 反倒是思念或者说是对母爱的渴望,超越了这种恨,没有恨过我母亲,毕竟,不管怎么说,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,虽然她不管我。 蔡某说,她当时想虽然母亲不管她,但还有父亲,直到蔡某的父亲2016年底遭遇车祸叙事,母亲,才出现。 母亲的举动让蔡某情意识里,开始由爱找恨了,她做出这样的事,我真的,真的就有点恨她了。 蔡某毫不掩饰的对子牛新闻记者说道,2016年12月份,父亲去世时,蔡某的堂科通知了她姐姐,让她来参加父亲的葬礼,母亲也跟着一起来了。 我会在那儿给父亲守灵的时候,她就过来和我谈危险的事,她直接说钱怎么办,要不要给你姐买套房子,要不要给我点钱。 蔡某回忆称,她当时没有拒绝,后来母亲又找她谈过一次,蔡某对母亲说,你就在这边生活,我照顾你,我会养你,以后等我有了孩子,你也能帮着待待。 这样就挺好的,我也会给姐姐三十万首付买房,你都五六十岁了,拿钱也没有多大用处,但让蔡某失望的是,母亲和姐姐都不愿意,说只要钱,要求奔你大爸,算起来七八十万的样子,这让她伤心且失望。 2018年3月17日,作为被告的蔡某接到法院的传票,母亲和姐姐替诉她,要求整个父亲及她的财产,供计要分期17.5万元。 宿城区法院,今审理查明事实如下,原高州某英与案外人蔡某日于1987年共同生活,1990年8月9日生育一女蔡某,1994年8月15日生育一子蔡某及蔡兵。 2000年,原高州某英独自带原高蔡某离开宿迁的外地生活至今,法院判决,被购蔡兵,于本判决生效之日,其给付原高州某英及母亲拆签款7万9466元,给付原高蔡某及姐姐拆签款10万3999元。 关于蔡某决及父亲的死亡赔偿金,精神抚慰金,原高州某英英分的13万7800元,原高蔡某英分的20万6700元,而被告蔡兵英分的34万4500元。 并不会原高州某英、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,那么当初蔡兵的母亲为何要带姐姐离家呢? 子牛新闻记者想听听她们的说法,多次拨打蔡兵的姐姐电话,试图了解她母亲当年离家的原因和此次起诉的理由。 但很遗憾,对方多次插断电话,成为被告的儿子,18年没关心过我,一来就谈前这18年来,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我,也从来没有找我正经谈过话,我们的感情带的只有血缘关系了。 那会儿我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,他们一找我就是谈前,我真的很伤心。 接到法院传票的时候,心里很难受,蔡兵说,她积极参与了因素,在出庭之前,蔡兵聘请了律师,一起进行了一番调查,发现母亲在2000年离家离她而去后,转而到了安徽郭阳县,跟一名姓王的人生活在一起。 有先后生育老三个孩子,本已失去父爱,而眼看就要和母亲,姐姐重去亲情之时。 母亲,姐姐的突然起诉,要求三个父亲用生命换来的赔偿款,让她再一次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。 在法庭上,蔡兵认为,母亲要求三个,死亡赔偿金及差仙款不应得到支持。 早在2000年,她就没再跟父亲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过,也没有尽到夫妻间相互扶持的义务。 母亲离开苏千与别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寄生育三个子女,财产安全为各自所有。 母亲不应该跟得死亡赔偿金,此外,对于姐姐要求分割死亡赔偿金,拆钱款的要求,把愿也不应予以支持。 蔡兵说,死亡赔偿金是赔偿给死者见亲属的,与死者共同生活的。 即便认定奔德,念英奔的死亡赔偿金,小于百分之十。 蔡兵称,精神损害抚偿金,应当全部由自己所有,因为父亲的去世只给自己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,并没有给母亲和姐姐造成精神上的损害。 他们对父亲没有丝毫的情感,母亲从小对我没有一点照顾,对父亲,对这个家没有贡献,也没有承担一点责任。 她凭什么来分这个钱?我可以是当和姐姐分这个钱,但不是以这种方式。 蔡兵最后对子牛新闻记者如此说道,一省法院通报,以产分配份额,以照顾被告此案为公开后,一些网友对此议论纷纷。 宿签是宿城区人民法院,在4月21日,发布了一份关于此案审理情况的通报。 法院通报从该院发布的案件审理情况通报中,姚思晚报子牛新闻记者,发现主要记中在以下4点。 关于原告周某英与蔡某决事,否存在事实婚姻关系问题,法院引用法律规定,认定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,以构成,事实婚姻。 原告周某英可以配偶身份,按计程法,和民事诉讼法,的有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,二关于周某英是否存在违法重婚的问题,法院调查认为,周某英的户籍至今仍在诉签,而被告蔡某一位提供周某英与他人的结婚证,或周某英与他人以夫妻名义,共同生活等相关证据。 蔡某提交的书面证明,不足以镇定周某英存在重婚的违法犯罪行为,被告蔡某为证明周某英重婚,提供了居委会的证明一份,在明周某英与保某某于2000年,以夫妻名义,共同生活,十几年生育分子女。 从该证据形式看,应属证人证言,证人应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,如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,经法院许可,可提交书面证言,而居委会并非是身份关系法定证明机构,其负责人亦为出庭接受治证。 仅凭该书面证明,不足以镇定周某英存在重婚的违法犯罪行为,除周某英存在重婚行为,也是其后面的婚姻无效。 此外,周某英,蔡女辰,曾怀过肃亲几次,蔡某去死亡时,周某英,蔡宇也被通知参加葬礼,并由周某英收取礼金,蔡某去墓碑上一刻有周某英名字,可见双方是能联系上的。 三,关于蔡某军的遗产范围,法院分别就因涉案房屋,及家该部分拆迁款,奖励款的继承范额进行了认定,并说明了理由。 四,关于原被告就蔡某军遗产,交脱事故死亡赔偿金,及金山府为金英如何进行分配问题。 法院解释着,蔡某军生前未留有遗嘱,其第一顺为法定计成人,应依罚平均分割遗产,原被告双方虽然就为第一顺实计成人。 但原告周某英,蔡某自2000年离开宿前至今,而被告蔡某自小与蔡某军共同生活,其生活紧密程度远远高于二原告。 蔡某军的意外死亡对被告蔡某的打击理应更大,故在分配遗产,死亡赔偿金,金山府为金石,被告蔡某可以多分。 本院竹定原告周某英分得20%,原告蔡某分得30%,被告蔡某分得50%,一舍民事判决书二舍法院判决。 母亲母权继承父亲遗产姐姐,本德纪是六位元素先是终极人民法院,于2018年4月23日立案效力后,依法组成何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,蔡某上诉请求,撤销一审判决, 扒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,驳回母亲周某英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,蔡某支付姐姐蔡某拆签款6357.9元,死亡赔偿金,精神损害抚慰金,蔡某英分得68900元,蔡某英分得620100元,一、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英,蔡某承担。 蔡某英在上诉中认为,一审判决对周某英已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,长达十几年并生育子女三人的事实位于镇定,蔡某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周某英2000年离开家, 至今已经十八年,并与王小七重组家庭,共同生活十几年,生育了三个子女,该事实足以说明周某英已经涉顺重婚岁,其,主观上已经放弃与父亲蔡某某共同生活,不应分得蔡某某被遗产,死亡赔偿金,及精神损害抚慰金。 此外,一审判决对差遣房屋,和父亲蔡某某方与李金子认定上也存在问题,周某英答辩称,一审中周某英和蔡某,已经提供了户籍证明,证明周某英和蔡某某系夫妻关系,并生育两个子女,在蔡某某墓碑上可有周某英名字。 周某英系词者蔡某某的欺词,蔡某认为周某英和蔡某某不构成是婚姻关系没有法律依据,蔡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,蔡某上诉状中一面表述自己分割的财产少了,一面又陈述事案的房子,不是其父亲的财产,相互矛盾。 一审中周某英认为这案的房屋应当是夫妻共同财产,应当先行分割以后,才能进行一产继承,虽然收到判决后,周某英曾有异议,但是考虑到蔡某去其儿子,需要娶妻生子,因此并没有上诉。 周某英在一审起诉之前,经与蔡某对遗产和拆迁补偿款进行过协商,因蔡某不同意给其一分钱,因此蔡提起了诉讼,周某英并不是离家16年之久,在中途其还回来同蔡某某共同生活过几个月。 蔡某某在世时,也从未否认其和周某英的婚姻,因此周某英有权利,分得相关的款项,姐姐蔡某答辩认,蔡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,应当予以驳回。 蔡某对于一审判决决定房屋丁收班签奖励32807元,由蔡某单独享有并不认可。蔡某某去世后,蔡某为。